仁愛市場周邊的人寺路和愛惡路口 雖然有斑馬線卻依然是人車交錯 因為這個路口沒有任何交通耗制 協助民眾過馬路相當危險 過個馬路還是得靠行人和車輛駕駛之間 彼此心有靈犀 互相離浪才能安全通過 因為這裡的確就是 它是在市場的周邊 所以如果在沒有交通耗制的情況下 對於行人跟車輛的確會造成混亂跟堵塞 對 所以也希望交通相關部門的話 可以在這一部分可以多做一些評估 看一下交通耗制在這的可行性跟必要性 也因此民眾向市議員呂美玲和張芳麗陳情 希望人寺路和愛惡路口是否可以比照 前一個平行路段愛三路和人寺路口一樣 規劃設置行人專用石像 並且畫上綠斑馬呢 因此市議員張芳麗特定邀集當地里長 以及市政府交通處 仁愛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人員辦理會堪 希望可以儘快改善愛惡路 以及人寺路路口的交通安全問題 因為這個路口是直接從愛惡路 它要到那個人五路 然後那個愛山路那邊也轉過來 也是要來市場這邊消費 所以人很多車子也很多 所以常常發生的一些狀況 我們美玲議員的選民也一直的反應 希望說我們在這裡能夠設置 能夠警示這個車子 不要開太快 人也要配合我們很多的安全設施 雖然是一個現在是有愛城市 車子都是要讓人的 但是我們也要考量 太多車子的擁賽 也會影響行人的動線 在會看之後大概有一個基本的結論 交通處他也非常樂意 他要請專門的技師來做會看 來評估說這些路口 不只這四個路口 那也要附近的路口 都要一起來做評估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的交通動線就會比較順暢 會看後市政府交通處科長承諾 將請專門技師 儘快來評估規劃附近這些路口的 相關交通安全改善措施 提升民眾過馬路的安全性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